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美国大选三天之后仍然没有结果 共和党议员力挺川普 亚利桑那州打算提前宣布拜登过剩 民众在投票中心举行抗议 加州州长纽森计划推永久性邮寄选票 恐将导致选举不公 墙内人士翻墙 调达心声 墙内等天亮 首先我们来关注 周五已经是进入美国大选后的第三天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多个摇摆州微弱领先 与此同时 国会多位重量级的共和党议员力挺川普 支持他向不当选举情况发起法律诉讼 周五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两个重要摇摆州 宾州和乔治亚州反超川普总统 但领先幅度非常小 在宾州 截至东部时间晚上六点 拜登领先15003张选票 在第一大城市费城 选举官员周五表示 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公布计票结果 我估计有预算40,000领先 我们也可以告诉你 这可能需要几天的报告 在乔治亚 选票已经开出99% 拜登仅领先4155张选票 乔治亚州务卿拉芬斯伯格周五表示 该州可能会重新计票 目前只剩下五个摇摆州没有明确结果 分别是宾州 乔治亚州 北卡罗莱纳州 内华达州 以及亚里桑那州 而由于川普竞选团队一项多州的计票过程 发起法律挑战 预计这次大选离尘埃落定 还需要更长时间 周四代表参议院53名共和党议员的 参议院共和党联合会 在社交媒体发出声明 称川普总统过去四年都在为美国而战 在接下来的每一步 我们都会和他站在一起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林塞·格雷厄姆周四还宣布 将捐款50万美元 以帮助川普在多州进行选举诉讼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 也要求计票过程透明准确 保证选举公正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作为本次大选最关键的州之一 亚利桑那州在还没有完全开票的情况下 被部分媒体宣布为拜登获胜 对此 上千名民众周五来到凤凰城开票中心进行抗议 要求公平计算选票 并要求对民众公开计票过程 来看报道 我现在位于亚利桑那州最大的开票中心门口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 已经聚集了上千名民众 他们要求计算每一张合法的选票 并且拒绝任何舞弊的现象 现场民众热情高涨 不断挥舞旗帜 高喊口号 要求亚利桑那州计票部门公开透明 只计算合法选票 当局在现场设置了围栏 将与会者隔离在计票中心之外 事实上周五一早 亚利桑那州再开出六万多张选票 其中投给川普的占百分之五十点六 拜登占百分之四十五 有选民表示 目前还有二十三万多张选票未完成计票 主流媒体就仓促宣布 拜登拿下亚利桑那 那是无稽之谈 亚利桑那在过去一直是共和党占多数的州 然而主流媒体宣称目前该州已经被翻蓝 对此亚利桑那州国会议员保罗格萨尔指出 科技公司媒体巨头通过释放错误的民调数字 让人们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 企图左右选举结果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李子文 亚利桑那凤凰城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 周四 亚利桑那州 宾州 乔治亚州等地的川普支持者 聚集在计票中心门前抗议民主党人大选舞弊来看报道 周四 川普支持者高喊 我们爱川普 美国 美国 不要中国拜登等口号 表达对民主党人大选舞弊的不满 多个州的计票中心之前阻挡观察员监督计票 有川普支持者对此表示不满 当晚 大约150名西裔选民聚集在迈阿密 表达对川普的支持 强调美国不要共产主义 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道格·科林斯 周四表示 非法选票会压制合法选票 川普大儿子小唐纳德当天也表示 共和党人希望选举公平 统计所有合法选票 这就是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一个正确的选票 我们要求全法选票 周五 川普及其团队表示 有信心赢得大选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 瑞丽综合报道 下来关注 针对目前计票结果 总统川普誓言绝不放弃 并计划上诉到最高法院 专家预计这将是一场艰苦之战 而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很快会介入 宾州推迟计票日期的案件 质疑大选舞弊 川普竞选团队目前已在选情胶着的宾州 密歇根 乔治亚和内华达州 提出法律诉讼 为挑战计票结果打下基础 不过他们在密歇根和乔治亚州的两项提告 均被地方法院驳回 专家认为 接下来有关延长缺席选票 收取日期的宾州案 最高法院可能很快介入 目前川普团队已开通热线电话 并将很快推出网站 供民众举报有关选举诈欺等行为 专家指出法律诉讼将是艰苦之战 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队 按法律 今年12月8号是安全港期限 各州必须在此之前选出选举人 解决有关选举团队和选举人的任何争议 14号由选举人团在各州开会投票 专家认为今年大选乱象丛生的主因 是很多州选举规则在最后一刻 被本州选举官员及州法院肆意改变 而设立这些规则本应是州议会权责范围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再来关注 加州州长纽森在周二表示 加州可能会永久性地采用邮寄选票 理由是阻止疫情扩散 然而 在这次大选当中 加州各地的邮寄选票 已经出现许多造假 损毁和丢弃的问题 民众担忧邮寄选票会影响选举的公正性 周二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计划让邮寄选票成为永久性的投票方式 根据美国选举计划数据 在周二选举日开始前 也有超过1200万加州人投票 然而 全面推行邮寄选票 恐将出现更多问题选票 导致选举舞弊的可能性增加 因为邮寄选票可能被记错 缺业 丢弃 篡改和造假 甚至是遭到冒名投票 所以向来被质疑是否足够公正和透明 加州联邦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布拉德利 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目前扩展到其他州的选举舞弊手段 最初就是由加州的邮寄选票开始 被视为民主党票仓的加州 也有共和党人提出 要求对此次大选重新计票 事实上 加州的选民策并不可靠 全面邮寄选票将大大增加舞弊的机会 加州选举诚信项目就指出 有近42万张选票 邮寄给可能已经搬走或死亡的人 以及有2万名选民可能收到了2到4张选票 此次大选的邮寄选票 自开票前已出现很多问题 如投票箱被烧毁 选民收到缺业选票 再到如今开票计票 多个州都出现疑似坐票的证据 事实上 今年6月 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AB860法案 将全面邮寄投票行政令立法化 随后遭到加州州众议员提起诉讼 控告纽森在疫情期间滥用职权且违宪 周一 高等法院法官赫克曼判决 纽森的行政令违宪 并发布了一项永久禁令 以阻止民主党州长在疫情期间 做出其他违宪的行政令 新唐人记者郭约西 洛杉矶综综合报道 稍后带您看到 墙内人士翻墙 表达心声 墙内等天亮 欢迎回来 为了帮助中国人突破网络防火墙 了解海外真实资讯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李欣 于2019年11月成立了翻墙会 目前已经有2万2千多人订阅 来看报道 创始人李欣表示 翻墙会成立以来 有很多墙内人士通过翻墙看到真相 其中有很多年轻学生 也通过他的翻墙节点翻墙 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撒旦有何聚 你聚他就强 欺软怕硬 无耻至极 翻墙是抗争的第一步 我觉得墙内的这个学生 他说的非常的好 有的还是 创初中的小孩 就已经开始翻墙了 有的人呢 是为了找教育的资源 就是各种各样的目的吧 让大伙走到一条道上来 我觉得翻墙 真的是中国走向民主 我觉得是第一步 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还有的墙内人士 由于恐惧中共的白色恐怖 在卫生间 才敢用侧纸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让他很感动 强岛之日 必是中共灭亡之时 自由民主 中国人民有权拥有 墙内等天亮 你仔细看的话 他就可以看到 他是在一张 卫生间的一张纸上写的 可以看出来 中共的这个白色的恐怖 在墙内有多么的厉害 在读他的这个文字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面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虽然的同情他 也是非常的为中国的这些老百姓 被关在墙内而感到悲哀 翻墙会成立近一年 电报频道的订阅数量 就已经超过了两万两千多人 目前他每个月向大陆传输的数据 超过一百T 等于将中共的防火墙 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我希望呢 他们每一个人呢 就相当于一个种子 就先让这些翻出来的中国人 他们做一个自由民主的种子 我跟他们说 哪怕就是你告诉一个身边 觉得是个好朋友啊 或者是亲戚之类的 你怕你带动身边的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数也是非常多的 新唐记者杨阳洛杉矶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